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的 武林龙中队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的比赛现场 我是来自河南卫视 武林龙中队的主持人刘文 大家晚上好 河南卫视与优德体育 建立了战略合作讽判关系 选手打造了武林龙中队 优德终极格斗赛YFU YFU是中国综合格斗界 最为耀眼的星光烈阵 最强运动员的真心淬炼 永无止境 YFU武林龙中队 2023赛季第四战 今天晚上的比赛精彩分成 精彩比赛 龙中开战 马上的两位选手 蓝帮运动员 三战三胜 他来自山西掩火搏击的 哈萨克族的选手 穆雪丽 躺上的红帮选手 职业战绩三战两胜一副 他来自广东中山拓舞的 杨伟强 这是一场男子除量级的较量 场上赛本员 王金刚 YFU武林龙中队 龙中 开战 单独 上载 词 面 说 我 还 不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族的杨伟强来自广东中山特务国际俱乐部 这是一场除量级的对决 所以两个人的比赛体重都来到了61公斤 纸面数据上两个人身高都是175公分 臂展都是170公分 可谓势均力敌 从刚刚天眼的角度 我们看两个人刚好一个正价一个反价 是 哎呀 没事 丢重心了 扫踢换后 后直 自己的后手的直拳还是要往前多出一出 是 莫热利是反价啊 一扫踢 还一个 对 移动还是做得不错啊 是 对 莫热利这边有走的进攻给的还不错 两个年轻的运动员啊 一上来打的节奏蛮快的 是 莫热利 蓝方打得也很自信 是 他们手拿得很低啊 嗯 漂亮 或者之后马上给一个前摆 嗯 他点进攻的距离掌握得也不错 是 两个人身高臂展的纸面数据都一样啊 都是175公分的身高 一百七十公分的臂展 所以出拳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对 而且莫热利的出拳意识明显比对手做得要好一些 还能够去做一个左右的换架 嗯 所以这个时候 嗯 你看啊 他在拿反架的时候前手的摆拳 然后在他进攻的过程当中啊 他换架之后呢 然后自己前手的摆拳就可以变成一个后直 嗯 这种打法才能打 继续的去移动 往一侧来绕 哎 飞机上来发现不够改了踢了 对 改的也比较快 嗯 漂亮 这个迎击让我想打得不错啊 自己的后手被抓住一个 对 自己的后手要勇于往里去压 对 对 你对手既然 是在跟你打游走 打灵动 比如说你自己如果游走没有那么强烈的话 那你就压住他嘛 对 对 这个迎击要打进去 两分钟 这个时机拿拿住了之后 你只要不是说 这个轴也上了 对 你只要不说挂的是空击 就很好 对 对 右手要舍得往里压 嗯 对 确实这个蓝方木格力 他这个 退的比较快 嗯 你不要就停了 知道吗 打完就跑 对 马上就往自己的左侧来移动 会移动得非常好 就是自己你看 哎 又再换架了 对 然后压一个后手 然后之后再跟一个前手 上步之后马上跟前手 嗯 这个 会很像 我们在自由搏击里面说 荷兰式的打法就是这样 是 如果一个纵轴的话 他现在先用正架打 然后一个侧滑步 嗯 绕到一侧之后 换架 然后换架 然后又是一轮的击打 嗯 所以你看今天 呃 穆哲丽就有点这个意思啊 就是他不管是往他左侧移动 还是右侧移动啊 就是这一把打完之后 马上 往自己的左侧来绕 绕出来之后 一个换架 自己的前手一出后手 就又压进来了 对 这击打的点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这样对于杨伟强来讲 打得比较累 是的 就很辛苦啊 是 嗯 不太好压住 对啊 就像我们老师说 有时候你追人家 比 就是你追追别人 对吧 你比跑的那个人还要累 是 就是他的变相 是你要再做二次反应的 对 这个时候 对自己的后 就是前腿还好 就后腿的扫踢 包括前腿扫踢 其实也可以多踢一踢 去起码限制下对手的移动 嗯 就不能说让穆尔利 就跑得那么游刃有余 对 打完说走就走了 是 比如说在拿反架的时候 呃 后手打完之后 前手一摆扇打完之后 我往一侧 就左侧来移动的时候 就又走了 还有十秒 嗯 想起腿哦 但是不是在虚晃呢 穆尔利 你骗完就出啊 你骗完就出啊 好 好 第一回合主要是在这个战力上的 两个人的一个对抗 嗯 但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个蓝风那么热力 更游刃有余一些 是 会打得更聪明一点 嗯 我觉得今年二十岁的年纪 他身上特别闪光的一点 就是说 呃 他能够在自己虚实结合上 嗯 能够看出来一点苗头 对 就是很多 我们在国内就是二十四岁以前的运动员 就是打 只会实没有虚 对 特别实在 对 就是看不见虚招就是出手就是实拳 嗯 就这也是比如说我们俩在 我跟艾尔姐在解说武林峰的比赛的时候 对 老是说用魏瑞的那句话 你多逗一逗他 对 对 就这一点我觉得穆尔利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反过来 看杨伟强的话 就会显得打法更单一一些 就是我刚说 就是你如果要去打对手 你的 你的就是出击的时机就一定要去抓好 你不能老是逮不住对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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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 嗯 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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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问题啊 对 对手的进攻压力 总是来到你这一边 是一个问题 而且对手 我在进去的过程当中 我基本上 就刚刚 慕哲丽在进对手那位的时候 手其实拿的并不高 对 对于杨文强来讲 还是有机会去打 你后手压不动 前手还是可以去打的嘛 对吧 但是你自己 却没有这样的动作 所以 这个事 你怨不得别人 打得有些犹豫了 我觉得脑子没有那么清楚啊 想的比较多 对 可能固有点多啊 对 应该是比赛经验的问题 对啊 而且 咱们再退一步讲 这比赛还到现在为止 打了整整一半啊 两分三十秒了 还没有进地面呢 是 是吧 两个人还是在纯打战力 敞财王金刚老师 还是提醒了一下 双方进攻 现在刚刚 那就足以证明 刚刚过去的一分钟 起码一分半的状态吧 就是 慕哲丽不打 杨伟强也不打 对 对吧 慕哲丽不打可以啊 就是有资本 他就是打那个 游走 打游走 抓反击 但是你不行啊 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在逮别人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杨伟强是可以尝试一下进地面 但刚刚其实前面他也有那个想要那个进入地面的意识 但没抓住 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 起码到现在为止啊 我并没有看到 就他有能把对手带入到地面的能力 这很重要 比如说好刚刚龙网边的缠斗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看到他主动的去强把 或者有主动的要把对手往地面带 所以就是说他整个一个压不住 就是整个逮不住 上部给拳 哎呀 这个迎击挨的 转身的摆拳 刚好给对手一个迎击 就还是距离不够 撩踢来凑 后手还是能往里压 对你看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啊 就是压力墙整个第二回合 就是他在进攻端打的 甚至没有 木耀利更积极 就按说第一回合 你看对手比自己更有一点点优势的时候 对吧 第二回合 我还是要去拿一拿 这样第三回合 才有回到同一个起跑线的可能哈 对 如果分析这个比赛逻辑的情况下 如果这回合打成这样 那好 那第三回合开始的时候 自己前两局就已经丢掉了 我是说对于杨文强来讲 丢掉前两局之后 那么第三回合 你想要赢下比赛的话 那你的压力就会更大 要么你就打一个KO或者TKO出来 要不然你在地面上终结对手 是吧 就单纯打满三回合 然后靠比分这个事情 是基本上无望的 对 木耀利也有点这个 就出动作少了 或许他想在第三回合有爆发吗 还有十秒 其实这种打法就不论力来讲 完全可以接受 对 因为我第一回合的优势感能放一点 我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别缓一缓 对 第二回合一缓一缓 第二回合一缓一缓节奏 第三回合带发力也没有问题 我估计在局间的时候 局间 彭学文 红方这个 彭学文教练估计会急的 对 你看直接这个 这个毛巾扔到了杨伟强的脸上 因为到比赛快 第二回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已经听到这个 彭学文教练急了 对 就是麻呢 是吧 对 所以你看 我估计第一回合 局间的时候 木耀利的教练应该 彭学文教练说什么 就教练态是自己挡下去 对 我是觉得他在积蓄力量 在第三回合 肉眼可见杨伟强的问题 对吧 我们确实肉眼可见 对 要不是说我们一定去偏袋某一方 这个局势很明显 你看学文全是急了 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 还是要去加强一下 这都没过完下了 但其实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 给运动员一些鼓励的 因为毕竟这个 年轻的运动员 他需要历练 你说在场上 在这个笼子当中 那个状态 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 但是 所以教练员来讲 会比较温活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有的东西没有使出来 对 但不是说咱真的能力不够 对 就是比赛不是说 不可以输 就很多就是我们 就习武之人的概念就这样 你比赛不是说不可以输 可以输 就看是何输 第一队 你要打出自己的 就是气势来 对 是说不公平的 你给大体行为您吗 不可以输 就是 对 好 双方第三回合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我觉得杨伟强再爆发一下了 对 就那种拼一下嘛 而且尤其到现在了 我估计前两个回合应该是都丢掉了 反正是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说要把自己的血性打出来 对 你看这样拼起来 实际上目热力也是有点招架不住的 还是有效果的 要是那种拼一拼啊 对吧 所以杨伟强非要让教练急一下 冯学人非得去骂一下 这孩子非得骂吗 有的输真的是 对 继续继续 后手是有的呀 刚刚第一回合说后手是有的 后手压下去有的一打 拼起来 对 接着再压 找好机会 对吧 两分半的时间把自己的所有体能输入都打完后 后两分半就会打输 这咱比赛咱认了 是吧 对 继续压 所以说杨伟强能不着急吗 这我还让我们讲的 能力是在的 这需要拼一把 就想想郑伯倩 对 你看 这一波的这个进攻啊 连续的进攻之后 木热力的消耗也挺大的 没错 就我刚刚说那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你追别人的时候 你比前头跑那人还累呢 对吧 与其是这样 你干嘛不让对手来追着你呢 是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机攻压力的这个问题 漂亮 这后手还要往里 继续给他 顶膝 漂亮 对 再来个顶膝 再顶一下 再顶一下 哎 漂亮 对 需要这样的爆发 这就是我刚刚在局间的时候 你教练员的状态就是啥 对 你比赛可以输 没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输得太窝囊 是 但实际上杨伟强的消耗也挺大 是啊 对 顶熙 对 顶熙 还有这样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下一场比赛的 又等下就开始给他叫好 对 确实需要这样的拼打精神啊 是 就是你一队两分 我就说第三回合五分钟 前两分半把自己体能都打完 对吧 后两分半随便嘛 对 因为前面啊 就太跟着这个 木耳丽的节奏走了 对啊 就是你这样被他带 实际上是挺难受的 对 你这样乱打 其实也是一招 我还是那句话 假如说 你现在这儿 你有一个房子是你家 别人想离就来 想走就走 一房子烫 当然很烦 对吧 这就是教练对运动员的这个状态 他想打你就打 他想不好就不好 这能行吗 很难复可能的 杨伟强现在完全是这个意志力的 这个在支撑啊 是的 因为的确消耗挺大的 对 对 教练朋友也在给他一股 一说木耳丽的劲儿 其实他也没劲儿了 护齿掉了 你现在在想什么 对吧 还是那句话 比赛可以输没问题 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 怎么输 对 输成什么样 以什么样的方式输 这个是我们比较看中的 对 那我们刚刚说从场面上比赛的内容上来讲 就是你后手明显是有的嘛 你后手能够压到嘛 你看是不是又一个后手 对 你刚刚到这个位置 你前手其实还要一打 对吧 不要就闭眼 不要低头 对吧 把自己的拳往里打 杨伟强 加油 杨伟强 对 谁们已经开始喊口坏了 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 加油 是 杨伟强 加油 快点 一分钟 加油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一波进攻输出打一打 对了 不要低头 对 所以你看 就是我们刚刚说 穆莎莉其实在整个第三回合 打得相当的疲惫 是 这就是 谁把握节奏的问题 对吧 谁掌握节奏 可能谁的消耗相对来讲会小一些 对 四十秒 四十秒 打他 打他 对了 对 再拼一把 这能处出还是能够打出来的 的确是累了 对吧 你打到这个状态 你说我们比赛当时 你手都抬不起来了 对吧 我们教练说 教练 我手都抬不起来了 我真是 打不动了 能理解不能 能 对吧 要不是一场比赛 你打完了 你下来还生火火的 那能行吗 好 最后的 十几秒的时间 加油 再给一波进攻输出 可以不用再跳锡了 太浪费体能了 给他进攻十秒 进攻输出 他要喝一波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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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别的事 别喝一波 两位这扣手还是可以的 是 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回合 就是哥哥说过 第一回合其实我们 会儿 都会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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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感谢观看 对 因为我知道 一二回合可能 分数化不占优 然后只有第三回合拼出来了 教练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有什么话想要分享 非常感谢武林龙中队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 也感谢我的团队拓舞格斗 感谢我的教练 彭学文 还有庄教东教练 非常感谢他们 好 我们再次向杨伟强表示祝贺 祝贺你 好了 朋友们 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 就是大家期待许久的这场 男子轻量级的较量 蓝帮选手 他在国内的多个赛场 都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职业战绩 九战六胜三负 有请来自南非的 杰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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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万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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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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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